有沒有里長被里長說服要來匯選 在最後的10天有沒有可能透過這樣的方式 由里長來進行第一線的溝通 背後有幫派來做撐腰 跟實踐他這個選舉的整個流程 然後最後呢 讓些微的票數 透過里長讓選舉翻盤 這個就是我們擔心的 選戰進入最後倒數 國民黨金融市長候選人謝國良 要大家一起抓匯選 提供了100萬獎金 那所以我在這邊 要跟這些里長要來喊話 就是假如有某位這個里長 來聯繫在座的各位里長先進的時候 然後要求你要來幫他買票 這一點要請你勇敢的舉發 在前兩天我們也看到了金門陽縣無縣長 針對於金門一條流買票的方式 提供高額的懸賞獎金 那我們這邊提的懸賞獎金就是 只要這個情資是屬實 你願意挺身而出 然後去不管是調查站或地檢署 去發錄製完整的筆錄來告發 那這個時候我們可以提供20萬的獎金 然後但這個前提一定是 要是這個情資是真實的 是確認然後呢是完全符於事實 然後帶檢察官或整個司法單位 調查清楚起訴之後 那我們就會把另外的80萬 發給這位里長或地方人士 好不好 所以我在這邊要呼籲大家 另外一個呢更惡劣更骯髒的奧波 就是呢栽贓對手 這個呢我在台中已經遇到過非常多次了 所以呢這對民進黨來講 是有經驗的是有潛力的 而且還曾經發生過好的效果 所以在基隆我覺得也必須要嚴防 人家說狗急跳牆 當你沒有沒補的時候 當你按照真正的正常的選舉 讓選民判斷你的品格 你的能力 還有你的政策 你都輸的時候 那你怎麼辦 民進黨是不可能乖乖認輸的 他一定會用各種你想不到的方式 希望在最後十天的時候翻盤 尤其因為基隆市的人口很少 他並不是一個非常大的選區 所以呢他會選也不需要全面性的會選啊 就像剛剛國良講的 他只要局部性的會選 在現在選情這麼樣的緊繃的時候 只要少數的選票翻盤 很可能就會改變選舉最後的結果 選戰人進入倒數 候選全力吹票也呼籲選民一起抓會選拿獎金 記者黃少鳴基隆報道 記者黃少鳴基隆報道